發視在地新聞 繼續來講 全國風雨期間 這警察 除了集員風雨 為什麼繼續在掃蕪 經政書的統計 從五月到年 歐都的組織破四十幾 台北兩百九十的人 行政院長所很強 堅定就 驚訝掃蕪掃毒的努力 其中一個榜牌 來自天道明 北海海 平常時 都在淡水百里 那口裡在外面 相反鑑鑑騙錢 只要人錢行不出來 就跟拖去修理 被人就要簽本票 還有議員的小孩也來受害 這警方降落就時機 都破門 人商俱貨 台語說也做 狙插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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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方天杜冥 百愛花生完 警方日來之後 要你看到憲法 錯手不金 所以讓人家坐 裡面真的 原來平常是憲法 都是扣精釣在賺錢 結果小孩的村 食材人來拔狙 不過真的在補 只有一個人而已 要人家賺的就輸四百六十萬 如果沒辦法行就簽本票 用保安去投銷 對人的儲端大公報 炸賭設局讓被害人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的賭債 然後強壓去討債 然後恐嚇 那重點是要跟院長報告 因為這一幫人十個人裡面都是二十到三十歲 在態勢上是準備接班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現流過真的毒品包括半成品將近兩百公斤 所政衆也算不說 將獨家皮包的原料正是列為四級的毒品 這款的新的毒品 若是藍入飲料裡面根本都不知道 將來的健康有遭到 全國綽歐 綽都尾五月份開始 綽都黑幫 祖実有四十驚 總共兩百九十人 也超到毒品四十五公斤 嚴重打給黑幫 賣不毒品的財產 電線對犯罪 靈雍雯的關心